播放 觀眾朋友你好 我是盈婷 你的人生記憶中 有沒有曾經姻緣記憶 不小心開到某一台車 從此以後你就下了志向 無論如何 我一定要擁有這台車 就像你今天現場看到這三台車 彼此之間好像沒啥關聯 但其實它跟我們一個可以撼動車談的 老前輩頗有關係 我們先來看到在現場的第一台車 它是非常少見的 Nissan Sentra S12 來自美國的日本車 烤漆非常的漂亮 像是連鏡也很漂亮的 這台車是90年代的車款 到底它在當初有什麼奧妙之處 同時來看到現場的第二台車 歡迎的是全新的Toyota的Supra 大牛魔王 Toyota現在跟BMW有合作 但是Supra開起來 個性跟過去是截然不同 也不像BMW 據說Supra某一台車在力寶了 可是跑了1分53秒 這樣厲害喔 來到現場的第三台車 是全新世代的Posha 911-992 美國媒體可是拿911 跟Supra來做比較 甚至媒體還推薦了一台車 到底是什麼樣的車款 熱不熱血呢 歡迎加入我們的熱血男好朋友們 首先有請 包世界車主莊威廉 威廉先生 還有擁有NSS 以及經典的車款 陽星Ready 以及開車非常殺的 拉安尼克 Nick 以及可能真的有機會 撼動台灣車壇的賽車教練 李彤彤哥 我剛剛一開始絕對沒有誇張 這一個可以撼動台灣車壇的老前輩 他只要打一個噴嚏 噗 然後台灣的車壇就大地震 那個人就是 李彤先生 我鼻子明明就是對啊 過敏還沒好是不是 過敏還沒好 統哥 我這樣講起來有字耶 你真的讓很多人 因為看了你的試車 或你曾經擁有的車 手滑就入手了很多車 我們今天從統哥擁有車的歷程好好聊聊 其實你們大家有沒有受統哥影響過 那尼克 我小時候就看雜誌的時候 就看上面就塞車 然後就李彤 李彤 然後都是那幾個名字 每一個月看都是那幾個人 狼哥 統哥 對啊 然後那個排名前幾名永遠都是那些人 然後後來 後來就是真的是 統哥也在這行業遇到的時候 是統哥啊 小時候看到了統哥 對 然後後來又幾次試車 然後又說有時候車距啊 然後就看到統哥 哦 三秒鐘我就看不到統哥了 為什麼 被包圍了對不對 沒有統哥就不見了 那我們就要後面開 然後統哥就不見了 因為他開太快了 沒有沒有 統哥只是正常速度 對 但是對你而言已經是 我們已經看不到車 然後就去去過兩個彎 車尾燈呢 車尾燈呢 完全看不到了 李哥印象中的統哥 我們合作其實算 那時候1992在一所社訊 統哥是我們的社務顧問 很長的時間就是他都會來 因為他有本業 他的本業還蠻多的 汽車音響相關的 還蠻音響啊 然後進口錶啊 很忙啦 然後收藏什麼 但是我們都會在一個叫做 三國野狼的車店集合 也受了統哥的影響 我就買了這個四代的喜美 然後也在 都是你啦 從早弄到晚都在弄車這樣 哦 統哥是啟蒙老師的意思對不對 對 趙威廉你應該也有受到統哥的荼毒吧 我是這樣子 我是念大學的時候 可能那個時候是9495年 剛才有跟統哥稍微詢問了一下 對 其實台灣的賽車 其實車子我是從小就有興趣沒錯 可是台灣賽車我比較有聽過的 基本上就是三地門啊 蒙地卡羅時代 可是問題是那個都 我都可能還在念高中 因為還要聯考 其實不太有可能去 去關心什麼賽事 所以我第一次去看賽車 大概就是那個時候正夯的就是 Marble杯那個時候Marble有贊助賽車的 然後其實哇 我說實在話 那個真的是很輝煌的時代 那個時候呢 我就看到了一台喜美 每一圈 都是一個人在前面跑 一直跑一直跑 而且還可以把第二名越拉越遠 那種感覺很像在看到蘇馬克 哦 哇地位好崇高哦 在龍潭賽車場是這樣 而Marble杯是一個競爭很激烈 非常激烈的比賽 我覺得現在的比賽真的比較粗獷多了 我包括那個A組 像一些格力特那些前輩們 那個真的是 跟我後來98年有去日本看F1 的時候 那個耳膜的感覺是類似的 你就坐在那個觀眾席 過去那個耳朵是癢的 你一定要戴耳塞的 就是A組才會這樣 那 統哥他那個時候跑的是N組吧 N組 然後跑的是非常有名的車隊 所以我們其實那個時候會覺得說 台灣 那個時候其實是 這些改裝的風氣其實是原廠會贊助 它跑的是MIT車隊 是三洋工業贊助的 而三洋工業現在應該是在生產 現代的車子 沒錯 當年他們是生產Honda的車子 所以那個車子的改裝照理說就是 照不來的 叫起工的 所以我那個時候也還在念書 但是就是覺得有興趣 對 然後看統哥跑那麼快 我們在環中試車還被統哥罵過 真的喔 小朋友不要亂搞 小朋友亂搞 直接罵可以罵 沒有 反正那個時候台北能試車 大概就是那幾條路 你一定會遇到統業 大概就是這樣 那統哥對我還蠻好的 我已經虐待他很多次坐在他 他坐我副駕我開車 他還沒有罵過我 可能因為我不是小朋友 沒有 因為你是我的一個成就 如果我可以教劉雯萍開車 那基本上就沒有問題 那玩意出去人家說技術很差 是統哥教是怎樣 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繼續上課 而且統哥為了你 我們現在開了駕駛學院 哇 謝謝統哥 對 所以未來不用我親自出馬了 你一直說我要去教會這樣 你沒有要報名 我沒有很多教練可以教你開車 專業的教練 所以我說他是不是 他很動台灣車壇 今天觀眾朋友 現場這三台車 都跟你一同有關係 我們先來看這第一台 這是1992年的 Nissan Sentra的這一台 SER 統哥是現任車主 當然現場這台車不是他的 我們找到一台雙門的 而且車況非常好 然後另外一台車就是統哥現在擁有的Supra 也不是統哥的是好朋友的 因為他改的比較多 我們拿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統哥擁有車的歷史到現在 欸 妙了 為什麼你會想要留SER在身上 嗯 其實SER對我來說是非常特別 為什麼呢 因為他實際上是我同學買的車 嗯 一手第一手的車 然後呢 我曾經為了要比賽 去跟他借車 然後他就答應我 其實在那個時候你要知道 你把一部全新的車 借給人家去說比賽 嗯 你知道嗎 極力的操駕喔 對 不是操駕而已 是非常的兇 兇猛 對 碰撞 因為龍潭的賽道是很小的 嗯 那個是近身肉搏啦 對 對 一定會有碰撞 所以他願意借出他的車給我 嗯 讓我 而且我又為了這件事情 得到了 那一場的冠軍 還有整年度的車 車隊冠軍 三國野狼就因此得了冠軍 而且為了這部車呢 第二年的規則就說 不准換車 就是 所以這部車相對之下 在我的心目中就留下一個 這個很好的 很好的紀念價值 所以這台車就留到現在 就留到現在 從頭到現在 而且我們才 才剛剛花很多很多錢 不能講要逼 對 家裡那個還不知道對不對 他知道 因為錢是他會的 哦 那十五萬啊 十五萬啊 十五萬起跳 還沒弄到滿意哦 欸 可是話說 我們現在當然都不要講 你那台翔瑞 反正一桶彎也是因他而來的 欸 是嗎 對 沒錯 你還翔瑞那時候發生什麼事 翔瑞那時候就是 呃 其實 之前呢我已經一直贏 在還沒有這個 還沒有 對 還沒有龍潭之前 沒有龍潭 在誰地方 呃 根據格力特 幫我統計是 十一個冠軍 對 而且連續的 難怪葉明德馬上跟進 連續的 所以 但是我也跟大家說 我真的一毛錢都沒拿 贊金好不好 你還不知道多少台 我真的是花了自己的錢 對 去比 對 總共 買車三十萬 但是我又花三十萬 嗯 對 總共六十萬 這些車都是在你人生過程中 很重要的車款對不對 對對對 Eddie哥講到SEI也非常有感 因為你曾經也是車主哦 那車鑰匙你都還留著哦 哦 對 這個車其實很妙就是 我人生第一部車是喜美嘛 那喜美因為我開了兩年 我覺得要修冷氣很麻煩 然後車子有一點 有一點點老 但沒有現在那麼老 後來我就決定找了一台這個 維修減變 但是一個蠻帥氣的車子 我就看到這個車我覺得不錯 然後那時候大概玉龍 玉龍賣大概要賣六十幾到七十萬左右 但是同型的四門國產的331 只要賣到五十幾萬 等於差二十萬 哦 嘿 所以邏輯是你多花二十萬 你少買兩個門 當然排氣量是兩千跟一千六啦 但這車很特別 又 它其實蠻秀氣的 它是雙門跑的車 它沒有太乖章 那我就開始找了 開始我的巡車計畫 看到我就留字條 哦 說請問要不要賣 結果我就留了 你可以成功網一樣可惡耶 人家車子碎碎的停滴 就留一個電話說 拜託求你賣我 好 我就接到兩三個電話 就問車友說有沒有要賣 他就回電話給我 他說我現在想不到理由要賣 我說為什麼 因為車子不會壞 這個車已經大概在市面上兩三年了 他們大概都遇到 就是車子很穩定 沒有問題 這也是我們第一次對這個 日系美歸車的一個印象 就是還蠻耐用的 其實沒什麼故障 結果後來我就努力的尋找 發現在這個草屯 有一台要出售 所以我就 我就直接去草屯看車 結果看車很妙 我看車我覺得不錯 我喜歡 我大概就要下訂金 結果他先幫我過戶 哟 還沒拿錢耶 我就先去草屯把車子過路回來 我再匯給他 有這麼好看的事 大概是我那時候有用公司名片 一手是名片 他大概覺得我也不會騙他 然後我回北部就把這個錢匯完 就開始了我使用SER13年的人生 13年 13年耶 這個車其實帶給我很多的回憶 因為我比較少改裝 但這個車因為其實就是穩定性高 低故障 手排2000有LSD 又是育龍的車 我開始了我的編輯生涯 我也是跑採訪育龍日產的線 那藉由這個車子 其中有點小插曲 就是我們編輯會把車子拿來做實驗 我們會接這個所謂的 比如說有線轉 線轉解除 然後裝這個煞車 裝那個排氣管 就是拿車子來實驗 多少要花一點錢 他就一路拉到八千座 結果引擎就開始 這個波 所謂波斯燒毀 當時其實這個車在高轉的時候 其實是比較容易波斯燒毀 只是我提前發聲了 我就開始了 我這個詢問修理部零件部 在溝通買零件的這個路程 所以繼而開啟 我有辦法大量的修福士車的這個經驗 我這一個是手排嘛 離合氣線嘛 大概十幾萬公里才要換 所以它其實是非常 因為手排車我也開了13年 然後這13年中我也練就了在車上 一邊吃便當一邊開手排的技術 我們常常會到處跑 所以說在這個車上 有非常多的回憶跟記憶 那現在看到這台車 其實非常的令人驚訝 就是它其實保持得非常完整 超好 一般來講在這個故老車的時候 你需要一些 有時候又會用替代性的零件 因為你找不到 但是車主如果用這個所謂的 用某個程度的愛心 他努力復原嘛 比如說你看我看到這個方向燈 就非常的難得 這非常多的是黃色是原廠的 一般都會改白燈 所以有留一個黃色的方向燈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真的 所以它有一些細節 因為這個車子在美國賣 也有墨西哥的 接近墨西哥的版本 所以很容易買到一些 其他的地區性的零件 也會有一些日規零件 但是就是看車主 用什麼樣的選擇 所以很難的部分 那我用了這13年 是我開手排車 應該練我的技術 練我的各種經驗的一個開始 所以這個車我非常的懷念 哇塞 因為畢竟陪伴13年對不對 那時候的時空背景 是日本車不能進來的 所以台灣那個時候擁有的 Nissan Central SER 都是來自美國的日本車 所以它就是美歸 而且流存到現在的 更是少之又少 威廉你那時候好像有參與 SER的改裝是不是 我有兩個 我有一個同學 有一部SER 又是同學 然後有一個 老塞級的好朋友 他也會SER 這個車大概就是1992年 還有1993年 對 它有一個小改款 它的保桿等等地方 有點不太一樣 那改裝的是 那個老塞的那個車 因為當時我從雜誌社 離開了之後 覺得就是寫雜誌寫一寫 覺得手很癢 就去跟他學怎麼修車 跟著他修車 然後就是我們就是改裝 後來就去買了一顆 就是也是日產的 Rally漢將 叫做Paluza GTIR的引擎 它基本上 這顆引擎是SR20D1 SR20D1 它其實是1990 1990幾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 日產四缸最強的引擎 這個引擎到後來 這個時候 這個時代還沒有可變 可變正式氣門 到後來有可變正式氣門 它馬力也可以 從140匹增加到 170-80匹 190到最後 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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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當時 其實 Sephero那些東西都還沒有 Sephero最早是1996年出來的 然後 當時的四門房車就是 Centra之外 Centra是1.6的 有一種2000的四門房車叫霹靂馬 它跟它的引擎一樣 跟霹靂馬同引擎喔 SR20D1 而霹靂馬我們那個時候 就是說國產馬力王 對 但是它跑不過這個 因為霹靂馬畢竟比較重一點 而且它的磁筆 再講這個車子是密磁筆 Centra是密磁筆 對 SER是密磁筆 它五檔才會極速 霹靂馬的話 五檔就是巡航了 它極速可能在四檔尾巴那邊 或者是五檔出行 對它五檔還可以上零火波 對 就一點持續加速 直接持續加速 林口坡 我們改那個PARUSA GT 還好啊 那個引擎其實是 SR20D1T T就是渦輪 對 的各種SR20D1T的版本裡面 最Hardcore的版本 對不對 裝上去以後 林口坡五檔直接260 就爆表給破了 哇 還是我開的 結果後來開到 那時候是剛裝好去試車 上去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們 引擎裝好之後 那個冷卻水管 是想辦法接上 那個冷卻水管承受不住 後來當然找到那個矽膠的水管 那個水管當場 就在我車子 還在開的時候 快要到交流道的時候 它就爆了一聲 爆水管嗎 爆水管 我們那個玻璃 就整個都是神器 然後我就下車的道 所以我們 來彤哥我們好好的 來看一下這台車 看一下 今天非常感謝彤哥 特地從台中把它給開上來 好好的熱血的享受它 還小騰騰 小騰騰 LSD原廠配的 你在山上如果要過彎 有點差一點點沒過去 就再補下去就有了 沒錯 絕對源源不絕的動力 而且這部車 五檔壞掉了 所以我們剛剛 四檔 紅線 好 我們就不講速度是多少 OK 好 至少我們現在看的 好 非常熱血的一台 從前面看其實它跟國產 一台 Centra 一樣 我們說是 New Centra 然後它的代號叫 B13 後來是B14、15 但這是B13的Centra 對 那它是前輪傳動 然後呢 其實可以看得到 它其實就是一台Centra OK 所以它外觀上面 基本上保持原廠 對 所以當年就說它是披著羊皮的狼 沒錯 看起來就是一台Centra 因為國產才1600cc 110匹左右 但是它是140匹 造起來就霹靂馬 而且當時只有手牌 對 所以當時大家都買 因為出手牌大家都買 當年啦 對對對 那這部車呢 我們可以看到幾個地方 當然就是 它是玫瑰寶桿 對 但是跟台灣其實都一樣 所以其實 維修很方便 買寶桿 寶桿皮 1200塊就有 喔 就手了耶 很省錢 對 但是呢 愛的車主呢 都會非常顧 因為它有一些板件 你看看 都很容易秀掉 對 可是它完全找不到 一點點的小瑕疵都沒有耶 沒錯 我打開引擎蓋給你看 那真的大家準備要驚呼一下 對 這車子整個 當然在這邊 看到它的天窗 天窗 對 也是很好認 因為SER就有原廠的天窗 但你仔細看 我們這台是雙門的喔 對 雙門的量很少的 而且車框這麼好 更難找到 好 然後 超重的引擎蓋 超重嗎 超重 好沉 我抓不住 沒錯 好沉喔 OK 那車主已經花了非常多的心血 我的天 整理得真好耶 可以看得到 它基本上 這個 一顆引擎 SR20 Twin Can 16V 16V 那很好笑 我曾經去驗車 然後呢 驗車說 撞起來 不要騙了 不要驗了 為什麼 他說你改引擎 改Twin Can 沒有 這是玩手的吧 對 那時候我還真的傻眼 我說我是原裝的啊 然後後來我發覺 不對啊 就連March也是Twin Can 這個Nissan的科技在那個時候 科技的日常在90年代 就是在新用這個 那這部車其實看 就連這個 你知道嗎 這一塊蓋 這一塊隔熱點 是原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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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狀況自好 上面就寫Nissan 然後全部都好新喔 你知道嗎 這還買得到 他去買新的來換 但是我的是 最後一塊 就買不到了 我的車在整理的時候 所以我好羨慕他 好喜歡這一塊 偷偷拔回家沒有 那當然這顆引擎已經換過一些 譬如說像他的頭段啊 還有他水管啊 然後我們每個人都換了這個 細導線喔 這都是以前改裝的標準 對 那看到他 做了非常多的這個接地啊 因為老車 老車的這個電線路 通常會比較差 然後水管 像我們剛剛講的 威廉炸爆掉的水管 通常就是這一條 對就這一條 爆水管 其實就是超轉了啦 其實就是超轉了啦 威廉260開玩笑 那個蜜蜜筆 我應該是沒有看錯 對對對 我是說 應該是可以到 是可以到 但是就是因為轉速很高 所以其實水管裡面有氣 他就會硬把水管撐開 對對對 那在這邊就是我們的手排 LSD的變速箱 那通常五速 然後很多人呢 像這一部就是這樣 五速的頭部齒壞掉了 所以只剩四速 也很夠用啊 對 也可以 也很讚 對你剛開過來 路上應該是 是是是 笑得合不龍嘴這樣 沒錯沒錯 超懷念的 因為我已經好久 好幾年沒開到它 而且這部車的馬力又特別飽滿 嗯 然後這邊 這邊還有豪華配備喔 定速 美規的 對 對 這是原廠的齁 原廠的不是改裝 原廠當年的90年代的車有定速耶 而且還有ABS 對 這部車還有ABS 但是 到現在大部分的ABS的故障了 所以我也不想去試它 但是當年有啊 對不對 對啊 光這件事就可以說嘴很久了 剛剛統哥開來特別開心 除了他的動力源源不絕 然後車況非常好之外 其實裡面是幽默的 沒錯 它裡面真的是照顧得很好耶 對 基本上這部車幾乎內裝全部 都是原來的 包括它的門板 這是原來的 這也太適合了 包括它的門板 包括它的座椅 包括它的方向盤 還有它的儀表板 其實大家看起來都很原廠 真的耶 手搖窗耶 沒錯 雖然是手搖窗 要手這樣子開關 對啊 還滿好耶 滿鼓勵的 你看我這樣轉 雖然是手搖窗 對 很多人都把它改成電動 但我們現在都把它改回手動 我現在用手搖的 但是手搖窗卻有電動天窗 天窗是電動的 對啊 這個當年哪有這種事 哇 而且好快喔 開門開得好快喔 沒錯 非常棒 可以把它開到最開 可以啊 這是最開了 可以 再來就是也是 當年哪有這種定速耶 定速就在這裡啟動 對 可以設定 然後呢 還有ABS 在上面這個地方我們看到 對 國產的都沒有 對 這是ABS耶 沒錯 好貨喔 那當然 手排 手排手囉 武術手排配LSD 喔 武術手排在這個地方 很多東西到現在都很多車沒有 它的配備 對不對 全部都有耶 對 但是很奇怪喔 很多人都看過 因為1600看起來也是這個樣子 嗯 但是其實 它們是不通用的 很多人 我以為是通用的 對 你看這個就是 感覺就是原廠設定的 沒錯 而且 這個國產是灰色內裝 嗯 那這個進口是黑色內裝 所以還有一點點差別 像這個 它好像就是用 這個國產去修復的 所以它有時候 像我的 沒有那麼 對 顏色不適合 對對對 對 就是這樣看起來好像有點小色差 對對對 其實就是 它是用國產來用的 對 因為畢竟車子那麼久 你要找到料件啊 什麼都很難喔 椅子狀況也超好的 對啊 它都有在整理喔 沒錯 包括它的屋頂都很綿耶 還有這個 通常都變成泡泡龍的 對 都是黏的 有黏黏的 這是真的 所以花了非常多心血 太有愛喔 而且它年輕也有夠漂亮喔 對 剛開過來了 難怪童哥喔 今天應該做夢都會笑 其實蘭妮一看你過去 也曾經開過這台車一段時間 對不對 前幾年我在換車的時候啊 因為就是真的受到童哥的影響 然後那時候Eddie也說 這輛車真的沒什麼問題 那時候對我來講 我要換車的話 就真的想要找 就單純想找一輛 有一點性能 但是又看不出來 因為 不想被人家覺得 你開一輛車就一定要幹嘛 反正有一點性能 然後如果手排 然後就不會壞 最好的選擇 然後那時候 確實有朋友 就是交到壞朋友 那邊剛好又有一輛 這樣的ALS1R出現 那時候就真的猶豫了幾天 然後也開回來幾天 那時候就真的跟想像中的 就是 果然直線的時候很有力 但是我還不敢去試 那個性能操控那邊 因為畢竟車況還不少 所以我不敢幫 因為它不是全新車 全新車的話 不用太擔心啦 但是當你接受到 一輛中古車的時候 真的就是你自己慢慢慢慢 徐徐漸漸去了解這輛車的狀況 所以那時候感覺就覺得說 這輛車真的很好開 也難怪那時候真的 跟童哥後面就三個彎道 就看不到車尾圈 然後 而且童哥還在熱身而已 我說 原來這輛車可以這樣子 它LSD又給它補上去 我沒有開到這種程度 我只是順順在市區這樣開 我就這個 省油好開不會壞 又可以市區代步 應該可以滿足這個條件 只是那時候後來想一想說 真的要再回到首排車嗎 那是對我個人來講 就是我 好吧那就先擺著 隔著 那時候才沒有真的就跳進來 再重新回到 就是等於說接觸日系車 然後後來 電外的壞朋友 所以說後來又跑去 繼續繼續義大利車 義大利車的事情 繼續義大利車 你壞朋友真的很多了 說實在 沒有也幸好沒有交到 太多日系的壞朋友 不然那個坑更大 那個真的有時候看 新如或董哥他們說 玩車的歷程 不是錢的問題 而是說那個真的是會有一個 電外一個吸引力把妳吸引去 那個同號之間 那有時候真的也不是在比說 誰快誰賣或誰錢花得多 那真的是完全另外一個世界 那個真的是 跟義大利車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1992年那時候 SER它就只有首排 1993有自排了 所以前後你說一年有賣到800多台 對 那個開起來其實駕馭快感是有的 其實當年很多的這個 所謂的進口國產的相似版 但是問題是就像西美也有 國產也有進口 那就差異是在這個車體的剛性 美規車的剛性就是比較好 你開得起來 尤其在連續山路的這個 連續彎路上 那SER其實當年很多 北部都喜歡跑陽明山 也是連續的山道 跟需要一點扭力跟加速 它這個車其實應該是要 它轉速要高一點扭力才會好 那所以就大概是要 所謂我們的二三檔之間 就是Hold著二檔 二三檔在山路跑 那我開的時候 其實它因為我沒有特別改懸吊 但它有一定程度的容許度 跟我沒有推到極限 所以嚴格講它是一個 因為簡易版的雙門跑車 它有足夠的動力 只要你轉速夠拉 你又夠熟悉 那在這個所謂的操控上 嚴格講沒有西美那麼凌厲 但是它因為它是2000 西美Windows是1600 所以它在動力上面給予你一個滿足感 第二個是它這個雙門 我們講這個雙門跟四門 其實要往回看有一個傳聞 就是它向這個BMW著名的E30致敬 所以這個車的板金的長度 車門長度跟這個所謂車身 都跟E30非常的接近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這一代 它的耐看跟這個所謂經典的部分 我覺得部分這個黃金比例的線條 是像BMW E30學習的難度 你看四門就會有感了 真的是會非常有感 以統哥現在這樣子手上收的車還真不少 這一台是遲遲沒有要賣掉 收的是新頭好 現在它又有一台新車 那台就是 Supra 新世代的牛魔王 因為跟BMW合作 所以那時候我們去試車大家都很期待 到底看起來像BMW還是Toyota 發現不是它像Supra 它就是一個牛魔王的牛脾氣不一樣的感覺 今天我們欣賞這台Supra呢 也不錯 好像也改了很多地方 童哥 外觀的部分其實 最容易看到就是它的大尾翼 然後還有聽聲音 就是它的排氣管 你一部就要CUE我讓你上車是不是 沒有 它改了蝎子管對不對 童哥請上車 好 我們大家也可以來討論一下 因為最近 前一陣子美國的那個C馬的改裝展 其實就是滿滿的Supra 那時候 你如果真的要看大家怎麼改Supra 其實藝術可多 學問可多 對不對 對 因為這是一個Toyota的策略 他們原廠策略的時候 這是已經最熱門的一個商品 那周遭會有很多的這種改裝品牌 會想要就是開發這輛車的套件 就包含我們現場來的這輛車 也有許多屬於台灣的套件 或者說改裝品都已經裝上去了 所以說 你以後在這幾年 可能你要看到純原廠的Supra 可能機率會開始明顯的往下降 我買Supra就是買來改的啊 誰要跟你純原廠對不對 這是一個玩具車 所以說對這一類的車主來講的話 今天除了我原廠的 會比例比較少 也就是第一批都會開始改 所以說你就要有很多的改裝歷程 就會出來了 對 我補充一下 像C馬秀大家其實在玩車的人都知道 這是其實美國 甚至全球第一大的改裝 我們去逛大概要逛三天才逛得完 再來就是說原廠 我們講提供就是 我是Toyota 我知道 是著名廠商是誰 我每一下送一台車 但條件就是你要在C馬秀之前 做一台乘車出來 那當年這個時代奇美 也是如法炮製的 送給每一個改裝廠一台試座車 每個改裝廠依照自己的特性 跟自己的審美觀 重新打造車輛的外觀套件 或者是相關的煞車 進氣動力相關的 所以這是一個傳統 這就是有點算是 原廠自己本身去跟協力廠 算是另外一種合作 然後這樣看你們有什麼創意 可以在最開始的時候 新車還有熱度的時候 改裝市場也幫助周邊的協力廠商 或者說 這個售後市場這邊 能夠有更活絡的市場 對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 統哥的名言就是 車買來就是要改的 今天現場的這台車呢 尾管改的聲音聽說很不賴 那我們就有請統哥 發揮你的右腳 讓統哥吹一下囉 我跟大家講沒有誇張 也只是輕吹而已嘛 帥帥帥帥 童哥你是要出去禁忌的是不是 沒有要停耶 剛剛那個聲音感覺就是 嗚嗚嗚嗚 很怕耶 你這個人不要拍到這樣啦 沒錯這一台就是第一套的蝎子管 在SUPRA上 牛魔王裝上去的 哇 就是因為蝎子管改了之後 對 鈦合金的排氣管 對 哇 好料喔 好得不得了耶 這個補充一下 這蝎子管其實你現場聽 它是偏這個清脆 尤其是泰管 在這個高轉的時候 它的呈現的這個燃爆聲 其實是非常的明顯的 這也是我覺得是這個 蝎子管它的特色 它比較不走含蓄保守路線 對 第一桶開車也不是含蓄保守路線 是 它剛剛 就感覺一下賽道 再往前衝的感覺了 這個我們在場邊看 其實這對我們來講 是一種怎麼講 熱血的一個象徵 會嗨 對 對 而且其實我們 我禮拜六才去賽道跑 我的Supra 那因為是全原廠 你知道嗎 當我們請車手跑的時候 我們在旁邊 準備幫他計時的時候 他經過的時候 我們 你知道嗎 我跟攝影師兩個人這樣 怎麼那麼安靜 就覺得少了一位 對 所以這一台有改了 試過之後 就覺得自己的車 跟他拍也可以 怎麼那麼安靜 怎麼不習慣 對 就覺得說 其實 其實 統哥不是說買車就一定要改 其實我覺得現在新車都越來越好 對 其實你要先 好好去體驗這部車的這個 平衡性 像半期 對 因為Supra 其實現在真的已經跟以前的Supra不一樣 很多時候我還想要2JZ 你知道嗎 Supra才出來幾個月而已 對不對 上市才幾個月 但是在國外已經做到750匹 嗯 那相對 2JZ 花了幾 兩 二十年才做到1000匹 嗯 而且這個1000匹是不能開的 你知道嗎 只能衝直線 但是750匹 其實在這部車上 經過適當的改裝 是可以 可以在賽道上跑的 我的媽呀 對 太high了 那像這部車還可以看到它改裝 就是逃殺 逃直煞車 是 斷造輪圈 雖然 原廠就已經是斷造輪圈了 19寸 而且非常漂亮 但是你知道嗎 你一定沒看出來 他把19寸的斷造輪圈改成18寸 欸 欸 他把它降尺寸 為什麼要降尺寸 因為 改裝有些熱熔胎 可能19寸的尺寸不是很多 嗯 所以他們需要做更寬的這個 輪胎的尺寸 那這樣子的話 才會有更好的抓地力 所以他們反而會 所以他們反而會 因為你如果 一味的加大輪胎跟輪圈 其實會更重 嗯 對 所以其實有些賽車 你會發覺它反而沒有像現在 很流行 動不動就20寸 21寸 沒有那麼大的 對對沒有那麼大 那麼大是 視覺系 視覺系真的真的 改得很視覺系 可是這一台反而不是 對 所以你就知道它是針對賽道 它針對time attack 這種比時間的這種車 做出來調教 包括它裡面也是兩張賽車椅 嗯 兩張賽車椅 每一個都可以減重20公斤以上 哇 所以這就是 呃 改裝要有目的 嗯 那針對目的才做 正式的改裝 正確的改裝 其實如果你真的喜歡牛魔王 你真的喜歡SUPRA 其實你也未必要改到那麼重線 像統哥它也那麼圓啊 只是現在錢還沒存夠吧 但是 坦白講 我們大家都去賽道試過了 很圓的SUPRA 其實它 零巧 RULIA 而且很不BMW 這是我們很意外的 它完全不是Toyota 也不是BMW 對 像統哥有提到一個就是 我們開車其實先尋求原車的平衡 對 你在原車的平衡到這個極限之間呢 你能不能預測預知 就跟我們踩煞車其實 踩煞車就踩嘛 踩煞車有分一到十啊 你能不能分辨什麼叫十分之二 什麼叫十分之三 以及煞車跟來臨片還有輪胎 會怎麼樣的反應 這個是一個精確的操控車輛的一個小的細節 可以藉由原廠的這個設定來練習 那除非你這個原廠設定非常的精準以後呢 你再往上覺得你不足的部分 你再加以改裝 這個都是我們建議說要玩車的朋友們 可以循序漸進 可以問統哥 可以問這個有經驗的這個店家 一般來講都會依照目的目標 而不是單一方向的去 我覺得馬力不夠我要加 我覺得煞車不夠我要加 那你的煞車不夠是怎樣不夠 你的馬力不夠是怎樣不夠 絕對不是在馬路上無限制的我開快 這個絕對不是一個目標 我都也不用追求到750匹啊 是 個人有偏好跟個人有使用的習性跟方向 你可以照這個方向再跟車友交換 跟店家交換意見以後你可以做一個程度性的修改 講話真的很有學問耶 修改的對策 看你有沒有用 看你的需求是什麼 找了Supra為什麼旁邊 後面我們放了一台Polusia的9-11 這是全新世代的992 這台車我們在賽道上也開過 那時候還載著童哥呢 我獲益良多 獲益良多 學到很多經驗 趕快去找童哥學開車 我覺得992開起來真的是一台真的很棒的跑車 當然因為舊的9-11我沒開過 無從比較 可是大家都有發現到它跟過去的不一樣 為什麼這兩台車都放在一起 你知道美國有家媒體Motor Trade 他就是比較出 他特別把一些車拉去跑單圈 他比較出一些數值 結果不得了了你知道嗎 Supra竟然贏了M2的 competition 怎麼可能耶 然後其實9-11在這個結果下面的 他們其實很推薦消費者買這一台車 你就會覺得這幾台車真的是你要去 不管你要去競技也好 或平常日常使用 它就是厲害的一台車 對 我們先講 這個美國媒體其實很有趣 他都選這個Driver's Car 就是他推薦說你喜歡開車的人 什麼樣的車適合你 其中有非常高價的限量車 就是McGarren的Sena 就是洗拿拿去跑 這個車也在評選之列 所以其實這個範圍名單是非常的廣 從Supra到限量的型 雖然有單圈成績非常好的 但是不代表這個是編輯的推薦 所以一樣我們又回到了一個 就是操控的平衡跟容易上手 還有在車輛的這些設定上面 跟持有上面的便利性 媒體最終選擇了所謂的9-11 變成了他們的優選 所以我們從經驗上來講 賽道的經驗來講 9-11其實我大概上個月去 法蘭科普車展的時候 我有試駕了這個所謂的入門版 它有分這個所謂400匹馬力以下 跟400匹馬力以上 那我們問到說 當初推動這個所謂9-11 Carilla S 這個車款超過400匹來上市的目的 是為了大家都眼睜睜的 要拉這個出來PK 所以不能一開始上就上入門車款 那為什麼有入門車款 跟這個所謂的S版的車款呢 入門車款的意義是說 我們原廠工程師 這個車以極速之分 超過300是Carilla S 但是9-11 Carilla 基本版它叫Carilla Coupe 它的入門版是不能超過300 大概280極速 所以以極速之分 來分等級跟價格 他說因為有些地區 並不能開到時速300 有限制 但德國是無限速的 所以車輛的馬力要差50匹以上 是一個價格 再來就是極速300以上 300以下是一個價格 完全看你開車的需求 那因為亞洲的消費者喜歡買滿買好 我不要再買一次 但是外國人的觀念不一樣 他說我大概用到這樣就可以了 我如果需要我再往上買 所以嚴格來講說 像這個Carilla Coupe的入門版 我們去試駕的時候 他會告訴我們 這個車可以下賽道 你只要換個輪胎 煞車還不用換 所以這是一個基本上 保時捷9-11 對於賽道之間的連結性 他都希望車主去開賽道 然後因為我開了這個 所謂入門的後續版的經驗很有趣 它跟直距板其實配置都差不多 只是動力跟驅動能不一樣 我說我在山路上開 開大概140-150 德國山路就是開140-150 然後後輪其實會有點偏 然後就是有點滑動 但是我覺得它不是危險 但是它是一個特性 然後我請問工程師 是不是你們後輪驅動的調教 這個工程師很有趣 他就回答了一句說 因為我不知道路面的狀況 輪胎的溫度 跟輪胎胎面的狀況 所以我不能回答你這樣的問題 你這輩子都不會知道 路面的溫度好不好 其實這麼多細節 怎麼可能立面驅動 他這樣回答其實是對的 因為他完全沒有你開這些路況的數據 所以你這個所謂後輪 稍微打滑的現象 他沒有辦法解釋 他也不會幫你解釋 所以他是很賽道 因為賽道基準就是 所有的賽車上賽道其實都有監控 真的賽道就是輪胎避震器的形成 來令片的溫度 胎壓這些都是在儀器上監控 監控以後會取得這個現況的反應 才能夠知道你這個車到底是你的問題 還是車的問題 對 是你技術上太快轉彎 還是這個避震器 或是硬體的設計的偏差 所以這個是一個交互的科學實驗 所以也證實了這個保實覺 在設計上面是非常的賽車工程化 很特別的是說 即使是像這樣子量產的跑車 他仍然用手工的概念 有手工糧 有機器雷射糧 板件的精確度 跟這個材料的耐久性 都在原廠裡面自己都做監控 所以911成為一個最方便使用的跑車 而且目標是像日常用的 就是上下班都可以開的跑車 他實質上是實至名歸 對 各位觀眾朋友 真的拿911在日常用的 這只有一個 張威廉 對對對 我現在要講一件事情 就是 手上有前幾世代保實節的車主 其實看到新的911 其實都不太高興 不知道為什麼 由頭到臉 看到就開始說 我怎麼是新駕駛的 怎麼了 他哪裡得罪你了 因為我 我那個車子是 這個跟這個 1992年 90年代的 你那好經典 差很久了 現在的車 我發現它的儀表板 已經變成現在這個世代 數位 我已經感覺 基本上就是要迎接電動車的到來了 我已經感覺不高興 因為它裡面可以裝很多螢幕 你知道嗎 嚴格講起來 它要裝可以裝滿 裝滿就會很像 Honda的那個新的電動車 還是滿的 像現在的賓室也是滿的 基本上 我覺得全新世代的911 基本上 是沒聽過911要電動化 不過我很懷疑其實 誰知啊 其實搞不好 就是那一天也就是不會太久 看得到 而且接下來有TICON 值得期待 其實8速的變速箱 它就是可以做hybrid的設定 只要有一天 是不是 就連911都需要省油 更省油 只要公司的政策一下來 連911都可能 奶油電 我們就是說各位前輩 或者是大家同業 就是說研究車那麼久 自然進去一公升能夠產生的馬力 基本上在146 M3的時候 差不多已經極限了 或者是Type R這種車上移極限 後來到了Turbo就是奔放了 對不對 Sufa可以到700P 對不對 問題是你要兼具日常使用 油耗和耐用性的狀況之下 其實很快也就極限了 而且渦輪其實你說能躲省油 其實或許會造成引擎的傷害 所以其實我有看同業區試車 TICON的儀表版 其實看起來有點像 全數位的 對啊 那你會 你保釋界 如果我是歐洲車廠的話 我其實會很擔心 因為他們是要後來居上 因為電動車Tesla 現在其實很大 對不對 Tesla是給你一個超級大的iPad 對不對 iPad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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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大的 巨無霸大 那歐洲車它要後來居上 因為我們坐車子都已經坐上百年了 對不對 對啊 輪到讓你那裡說嘴啊 那它要做一個接軌 我個人認為你 基本上每天眼睛要接觸得到 摸得到的這些內裝的配置等等的 是要讓 就是一個風格要先出來 對 比如說這個北歐的風格的室內裝潢 讓你先看習慣 因為你說我看不習慣 所以你剛剛 7996那些我會很習慣 但是起碼我可以習慣 對 看到現在我996我真的是傻眼 心涼的一半是不是 尤其是那個尾燈是一支條的 好像很多那個老寶的支持者是 不習慣就是不習慣 對啊 其實電動車吧 我猜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 一個很有可能會接軌 準備要往電動接軌了 好啦 那我問如何這台車開起來 還是讓人很開心的 對不對 沒錯 我們那天在賽道兩個真的 快跳起來了 其實 其實 992的這個操控 是又跨了一個級距 你知道嗎 它跟991.2 真的是差非常多 在於它前軸加寬 然後後面其實 現在即時基本版也是 後輪S的這種寬度 對 再加上它後輪轉向 而且我在 這個 去德國參觀另外一個避震器工廠 它的避震器工廠的時候 它也跟我說 現在的這個避震器 雖然跟舊的一模一樣 但是它多了 100個感應器 哇 你知道嗎 就是說它現在有更多數據 所以它可以依據車子的行動 像艾利講的 是什麼什麼感應器一大堆 他說越來越多 所以它可以把這部車調得非常非常好 像我們那天在賽道上開 我們通常都要換熱熔胎 Cup 2 杯子2 Corsa 一定要上RE71 沒有 我們在賽道上只用 Guyere AS2 原廠胎 就可以跑出非常非常好的感覺 因為我們沒有算成績 但是它完全不推頭 而且它完全 你真的沒有感覺到它後輪大屁股的感覺 所以基本上 我只覺得說 哇 可不可以再給我50匹馬力 你知道嗎 這就是這個底盤 這個平衡性是多好 平衡性好到這樣 成熟度跟極限更高 可以容許更大的動力 對 而且 我們也在北域遇過一些車廠 在試車 他們就是新舊保持捷車 開下來每個人都搖頭 說可以賣車了 今天還是想換新的 儘管它有很多的細節 不是很開心 在開了之後還是很開心 我跟你講 保持捷車主也是喜歡往前追的 對不對 經典的就留給我們 對不對 我們來說 裝微點你可以換新的992 我前 我上個禮拜才看 在網路上才看一個 就是保持捷的鎮店 鎮店的那個之寶 Water Road 它開那個新的718 Buster S GT4 GT4 對 各位跨界小音家們 大家好 喜歡我們今天的節目內容嗎 喜歡的話趕快幫我們留言按讚 你還想看什麼樣更多的車款 邀請什麼樣的來賓也要留言告訴我們喔 最重要的是呢 慢慢幫我們按下訂閱鈕 然後呢 多多幫我們開啟小鈴鐺分享出去 那也可以隨時接收到最新的公司 更多影片都在這裡 記得要鎖定喔